成功 奧運冠軍可能是唯一一種執著吧 他也是我從事運動員 是我生命中的一個向往 一個夢想 我是自由式滑雪風中技巧國家習近對運動員徐孟陶 我出生於1990年7月12日 我們現在大概每天得有個8小時左右訓練的時間吧 真的是爭分多秒 只爭高隙的這種訓練狀態 一可以捧不停 這裡是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夏訓的主要訓練場地 這個牌子它是分了一二三周台 下滑的速度 起跳的角度 成功的高度跟我們的雪上完全都是一樣的 唯一的不同 就是冬天是落在雪上 夏天的話就是落在水裡 它下面會有氣泡 然後幫助力來進行緩衝的 相對來講會比冬天安全一些 這個環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為通過水上的訓練 完全模擬到雪上之後 才可以把動作開展到雪上 然後去完成 我是四歲半練的體操 十二歲轉到了滑雪 接觸到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這個項目 從小到大的話 雖然很辛苦 但就是還沒有想過不練 就是想施的苦多了 才能成才 才能拿冠軍 從2010年截止當下 我已經參加了三屆冬王會了 第一屆的時候自己是比較年輕 能參加冬王會 能站在賽場上 把動作跳出來就好 這是一個比較輕鬆的心態 第二屆感覺自己離婚地還是很近的 之後拿到了一塊銀牌 還是比較遺憾的 但是也是在當時的狀態下 發揮了最好的自己 再加上感覺我四年後可能還會更加的強大 有這樣的信心 其實風險無處不在吧 2016年的時候 我們在新疆比的冬運會 我在空中判斷事故 着陸的時候直接就是把左腿的前腳踩人帶凝斷了 當時也是非常非常疼 然後直接現場就用單架把我拉走了 我這幾次傷症後了 左腿的半板是外側切除70 內側切除60 可能會對你的落地緩衝 會有一些壓力吧 但是當時就是一門心思的 就想平常東奧會衝緊 我要拼到這塊銀牌 所以說我不能降難度 我要有這樣的絕對實力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女子決賽 在鳳凰雪上公園展開 所期東奧會亞軍徐孟陶倒數第二個登場 只要不出現重大失誤 她將與兩名隊友携手進入最後一輪決賽 然而令人惡腕的一幕發生了 在平常的時候就久久都不能離場 心裡也在想 就是不會有人比我摔得更慘了那一條 可能就是無緣最後的一個決賽了 太慢了 速度太慢了 三週本來就是有風險的 其實也可以用兩週來比 兩週的話可能自己更穩 但是也是為了拼這塊金牌嘛 也不知道以後還有沒有這樣機會 當時我特別難過 當時我特別難過吧 其實真挺難過 因為運動員四年時間還是很珍貴的 尤其是對技巧類的項目 所以說可能這一跳下來 一個情況範就結束了我所有的努力可能 我當時腦袋中就馬上就出現了 我身後這個兩年 自己努力拼搏付出的一個畫面嘛 每天早上從七點開始 一直到晚上治療完 可能都到九點 然後你再不斷地去翻 蹦跡啊跳水啊 突破上心理上的 就等等了 就這些馬上就我站在賽場的時候 這些場面就已經翻過來了 非常非常地觸動我 光會之後我眺上了一段時間 不斷地再重新 我發現還有好多地方我還不可以提高 把注意力專注到自己 最擅長的專項上的時候 就沒那麼鬱悶了 感覺未來還是可惜的 現在我更專注於自己技術本身嘛 我希望北京端會賽場上站著的徐孟陶 是任何情況我都能很從容的 並且很頑強地把比賽比下來 能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現在賽場上 拿到冠軍 我相信2022年北京端會一定是精彩非凡的 冰雪項目可以通過這樣的一個契機 迎來屬於自己的春天 作為一名國家冰雪運動推廣大使 我希望通過自己可以用正能量 然後用一些好的方式來引導更多的人 參與到冰雪運動中 30歲對我來說是崭新的開始 我非常非常期待 從我30歲的一年 我還可以創造哪些不可能 創造哪些紀錄 活出更灑脫的自己 我們可以去修行 我們可以做得到的一年 我希望你會在這兒 我希望你會做得到的一年 我希望你會做得到一年 我希望你會做得到這兒 我們會做得到一年 感谢观看